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赛车首秀夺冠 偶像转型背后的努力与天赋之路揭秘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 有一位小伙子不仅在音乐和影视上大放异彩 还勇敢地跨入了赛车界 他就是王一博 最近,这位多面艺人首次参加了2024GTSC系列赛珠海战 结果一名惊人,夺得了亚军和冠军的双料荣誉 让我们来聊聊这位年轻艺人的传奇故事 以及他如何在努力与天赋之间架起了一座成功的桥梁 从偶像到赛车首 想象一下,一个平时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偶像 突然穿上赛车服,驾驶着85号赛车,在赛道上飞驰而过 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王一博的真实写照 在刚刚结束的GTSC珠海战比赛中 他不仅成功完成了自己的赛车首秀 还在第一回合中获得了亚军,第二回合更是荣英冠军 哇,这简直是从偶像到赛车首的华丽转身啊 比赛前夕,王一博可谓是忙得不可开交 前一晚,他还在时尚派对上风光无限 第二天却要迅速赶往珠海国际赛车场进行比赛 可想而知,他内心的紧张与兴奋交织着 仿佛即将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 他在赛道上的表现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在排位赛中,他以1分35秒644的成绩暂时排名第一 真是让人惊喜连连 比赛当天,珠海国际赛车场人山人海 车迷们早早聚集在赛道两侧,为王一博加油助威 作为新进车首,他在首轮比赛中展现出了 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冷静的头脑 面对激烈的竞争,他凭借敏捷的反应和高超的驾驶技巧 不断超越对手,最终以亚军的身份完成首秀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赛后王一博谦虚地表示 这种低调而又自信的态度,让人更加期待他的未来表现 紧接着,在第二回合比赛中 王一博再次迎来了挑战 他从第六位出发,凭借出色的驾驶技术迅速升至第四位 然后将车交给搭档方俊宇 后者也不负众望,在关键时刻接连超越对手 最终以投名冲线,为王一博赢得了冠军 这一刻,不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新起点 更是所有支持他的粉丝们共同庆祝的时刻 说到王一博的成功,除了天赋和努力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心理素质 在赛道上,每一次超车,每一个刹车都需要极高的集中力和判断力 正如他所说,只有经历过努力,才能真正理解天赋的重要性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赛车,也同样适用于他的演绎生涯 随着这次比赛的成功,王一博无疑在赛车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小白,而是一位充满潜力的新进车手 未来,我们期待他能继续挑战自我,在更多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 不管是在音乐,影视还是赛车上,他都将继续努力,不断追求卓越 王一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努力与天赋之间架起桥梁 他不仅是一位偶像,更是一个勇于追梦,不断挑战自我的奋斗者 在这个快节奏,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他用幽默与坚持赢得了大家的心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多面艺人在未来带来的更多惊喜吧 每一次轰鸣声背后,都有他坚定追梦的足音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